而且的话呢 他最关键是 他是WAKO的国际自由 国际导师 WWC的国际泰拳导师 WAKO的国际黑段 黑带四段 上来就是刺的 这犯规 因为在战力时格斗当中的话 其实在所有的格斗中都禁止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眼睛 一个是裆部 一个是后脑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应该是试探中的物击 对啊 双方在试探中 场上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到这个比赛的过程中 但是这个确实是 王志国站起来了 那么身上的观众都给了他掌声 他也做出了道歉 场上的气氛已经很热烈了 你看这两个是80公斤 他们的出拳速度非常快 对 而且这阿里的出拳弄得非常的流畅 你发现没有 他不愧是伊朗国家队的教练 阿里还打过据说拿过金牌 是吧 拳击的 对 所以说你看他的 他的手型是拳击的手型 但是他这个腿 你看他腿法 阿里在被王志国一击刺探的轻拳击中 刚才这个漂亮 他虽然是用脚背踢的 力量不够 但是得分非常好 近身被分开了 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阿里今天穿了这个短裤 还是这个剪成群状 跟这个波斯小招一模一样 能不能彰显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吗 口徽对这个细节注意的 还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 detail 那么现在 那么双方的话 在刚一开始的话 还是在这个刺探 王志国显然是在这个刺探的过程中 占据了一个上风 阿里的这个 下半非常稳 刚才是这个支撑腿背 接接实实踢了一下 刚才的确实阿里有点拖大了 那么回撤的不够及时 被王志国把握住机会 就是一句刺拳击中了阿里 双方的这个下盘都很稳 王志国现在已经把阿里 逼到了一个角落里面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两个选手的话 是上来的话 是先急后快 不是先急后慢 就是说他的刺探过程 实际上是在刚开始一阵 急风暴雨的 急风暴雨的也是刺探 然后慢慢的刺探 对对对 就是节奏上来讲的话 这两个选手 这个阿里这一圈 急中王志国 对王志国火气上来了 可以看到王志国的火气 王志国这个不太好 这样不太好 王志国这样不太好 王志国这样不太好 这是犯规 王志国被阿里击中了一拳 之后火气上来了 那么他在裁判喊停之后 才冲上去击中了阿里几拳 这样是违反比赛规则的 可能会扣分 王志国做出了道歉 对因为可能刚开始被人踢了一下的话 他心里有点气 对火气 哦这拳打得不错 击中了阿里 哦阿里的两个很漂亮的回身旋打 但是回旋打 但是这叫神龙白尾的打法 对没有打到 神龙白尾这种打法在拳击里头很少见得到 但是在这个伯迹上很好看 对 出其不意的打法 王志国还是慢慢 哇现在这个全场拉起来 中国的加油的声音 一时让人忘掉了 这是在加拿大的主场 我们是在这个密西沙加市的